关注香港一个重大消息 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最大规模的审讯案 今天宣判 47名民主派人士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周四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 法官裁决 这47个里面有16个人是不认罪的 16个不认罪的人士当中 只有两个人无罪获释 其他14个人判有罪 加上先前被积压了三年认罪的31人 全案共45人有罪 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 整个案件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坦言 相关判决对于香港的法治 和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韵 再一次带来重大打击 香港西九龙法院外 周四凌晨12点起就排起了长队 天亮后更多香港市民加入 连美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爱尔兰 捷克 以及欧盟代表都加入排队人龙 他们全都在等待 关注并且期盼一场民主公正的判决 港人期盼法官释放的对象 就是这47名民主派人士 他们曾经为了能够在香港立法会内 取得更多亲民主派的席位 2020年自发举办并且参与 非官方的初选活动 尽管投票日期距离国安法杀入香港不到两周 但当年仍有超过60万香港市民 顶着艳阳 疫情以及国安法威胁 涌入投票站投票表达支持 人潮从白天排到黑夜 港府则在隔年1月借国安法中的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把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 集体逮捕起诉 成为香港至今以来最大规模设国安法案件 被起诉的47个人中 高达32个人因为无法取得保释 过去三年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 三年的研压与审理期间被起诉的47人中 有31个人陆续选择认罪 香港法院周四上午对16名选择不认罪的民主人士进行宣判 其中14人被法官认定 与其他31名认罪者建立了共识 也因此认定有颠覆政权的意图宣告有罪 仅当年在初选中 得票率与知名度相对低的刘伟聪和李宇信两个人 获得无罪释放 因为律政司都表示有可能会上诉 我就不能够对这个裁决这个案件 应该接受任何的评论 或者去给任何的意见 我不应该是今天焦点所在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件里面的其他朋友 被判决有罪的14个人并没有提出上诉 反而是港府对获释的两人提出上诉 由于整起案件涉及的国安法罪名 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45名认罪与被判决有罪的民主人士 在接下来的法院量刑裁决中 恐怕得面临更严峻考验 陈宝营过去三年几乎每天都会把握 仅有的15分钟会客时间 亲赴监狱为丈夫加油打气 他坦言有的时候坐在公车上会背从中来 但会为了长矛撑住 但是港府的打压却几乎无所不在 港府周二以两个月前才刚施行的23条立法 也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煽动罪名 把三年前至今长期遭当局关押的 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 以及邹幸彤的母亲等共计七名曾经探监过的人员与家属 全都逮捕 成为23条立法后的首宗案件 至于被认定违法的 竟然是这个填满邹幸彤 未关押前生活照片的脸书专页 港府认为这个脸书专页 有意挑起民众对北京当局和港府的憎恨 案件更加令香港社会不敢发声 惊弱寒蝉 三年前参与初选的47个人被逮捕起诉时 大批民众在法院外声援 如今法院宣判 却只看到大批鹤枪实弹的警察严加戒备 在层层管制下 香港的自由春天只能继续等待 TVBS新闻综合报道